我們知道說 這佩洛西要來台灣之前啊 拜登和習近平還通了一個電話 這電話很長對不對 長達多少時間 137分鐘 這兩小時多 你認為137分鐘 兩個老男人在說什麼 坦白說 他一定在對稿子 例如對什麼稿子呢 我給大家舉個例 譬如佩洛西 他的飛機怎麼飛 以及中共那邊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他們是要互相對一下 萬一擦槍走火 真的幹起來怎麼辦 好 所以我們後來看到 佩洛西怎麼飛 佩洛西是從 夏威夷的檀香山出發 經過關島 然後到新加坡 那這樣是不是就不用扮飛了 好 既然不用扮飛 那它的危險性就下降 那對整個國際的股市 就會有不太一樣的現象對不對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是佩洛西所搭乘的所謂軍機 它是搭軍機來的 沒錯吧 好 這個軍機是有反飛彈的嗎 沒有 沒有 它不是做最高級的那種軍機 好 所以換言之它只是軍機 還算是中上等級的而已 好 既然是這樣 那麼就意味著它其實是沒有危險的 它為什麼從關島那邊飛過來 等於是從第二島鏈 直接飛到第一島鏈的南端 就馬六甲海峽 這其實又有另外一個玄機 就是它為什麼不直接向它 最重要的地方飛去 就是半導體的核心三國 日本 韓國 台灣 它為什麼不直接飛這邊呢 因為它如果直接飛這邊 那它就要從東海那邊穿過來 就有半飛問題了 但它如果從關島飛到西加坡那邊去 沒有半飛問題 好 接下來它往北 開始到馬來西亞也沒半飛的問題對不對 那今天它從馬來西亞往北飛 不管是要往北飛到台灣 或往北飛到這個Korea或者Japan 它就是往北飛啊 那你總不能說人家在往北飛 你說我來半飛 因為它沒說要去哪 秒就秒來這了 它是不是在行程公佈的時候說 它是要去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它故意不說台灣 但是現在實質地告訴大家 它要來台灣 因為它不說 所以你就沒有理由半飛 對 好 這裡顯然是大家說好了 我再給大家說 顯然是大家說好了 那前面大家很失望說 你不是說要來 怎麼 你的宣布的時候沒有來 這就叫做技術 就政治的不達是有技術的 所以等到137分鐘就是在 把這些東西卡好 一定要一個一個對好 卡好 所以它從馬來西亞再往北飛的時候 這時候也不用半飛了 所以完全沒有半飛問題了 所以我們前面所有媒體在那邊推一波 助然討論了半天說會半飛 然後害股票要跌不跌要跌不跌 其實都白搭了 因為它只要從關島那邊一繞過來 再從新加坡往北一站一站飛過來 它沒有理由飛了 沒有理由再半飛了 所以它要不要什麼海峽中線啊 這些事情就不成問題了對不對 好 這時候我們看到 中國那邊做什麼樣的動作了 就在南海演習對不對 雷斯坡腦那邊 好 這些演習距離台灣多遠啊 一千多公里 非常非常遠 一千多公里也比日本還遠呢 那關我什麼事啊 好 所以股票要掉不掉 這件事情就不用太緊張了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似乎我們就可以看到 佩洛西就會穩定的在執行 而且你注意到佩洛西本來傳說 是8月3號 甚至8月4號才來台灣 請問今天幾號 今天8月2號 8月2號 的晚上時間就來了 它是不是提前24小時 甚至48小時來了 好 既然提前了這麼多 好 各位 對 它顯然啊 是有備而來 而且它特別安排好 跟蔡英文建議員呢 是要選在8月3號的白天 讓兩個非邦交的國家 這種高級的國家領導人 他是美國第三號領導人 那蔡英文當然是現在的第一把手啦 兩邊見面的時候是在白天 而且一定會在一個正式的場合 並且會讓大家拍到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那他請問經濟效應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天下大勢預設要說的 因為佩洛西通過這520億美元的法案 是跟半導體有關 那台灣是不是現在手中半導體列車 是不是整個台灣的經濟 都是由半導體所向前拉的 台灣至少在總體經濟上10年內 絕對不會有大問題 因為這個法案的關係 大問題沒有 我不是說小問題 大問題肯定沒有 就是說他至少可以利於不敗 這是台灣 但是 中國那邊就很難說 就是說他這個經濟的開發情況 會涉及到他整個工業鏈的 佔據部分 為什麼 你今天沒有嘛 好 目前我請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中國那邊的工業生產 在全世界的工業種植的多少 20% 其實還是不少 可是請注意 這20%在逐步的流失中 我不知道他流失的速度會多快 這當然要看各個產業 但是是分別有哪些呢 是由越南 印尼 甚至巴基斯坦 印度 來自於泰國 馬來西亞 甚至是約旦 還有埃及 分別去接單 這就很恐怖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人口連結起來 會是中國現在人口的兩倍以上 好 既然如此 他們要去學部分的訂單 一定做得到 而且也很願意 再來是 中國他那邊的工資 其實也上漲的 早期 我們說這個東莞 他們早期去唱KTV 聽說一個人不就是一兩百塊嗎 現在可不是一兩百塊的事了 好 那結果現在東莞如何 現在東莞只有當時最新生東莞的 那個人口數的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啊 就是連二奶都做不下去 就東莞連二奶業都混不下去了 還有那個整個KTV裡面 成團成團的小姐們 那些半唱小姐們 或半幼小姐們也都不見了 也就是說這個產業鏈 在所謂珠三角這樣的位置呢 都已經撐不下去了 好 如果東莞是如此 那就不要說什麼虎門啊 或者是這個深圳的松岡啊那些 這是不在話下 皮特哥我們有網友在問啊 就是說張忠謀唯一認定的敵手是三星 他說大陸已經失敗一次打掉重鏈 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 美國可能要十年 我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好了 韓國最近我們都知道它有巨大的問題 就是說韓國雖然有三星供應鏈 但是它在整個半導體裡面呢 那一塊雖然不可取代 也不會完全消失 而且美國也一定會穩住它 為什麼不穩住它也不行 因為那一塊一旦它被另類的伺化 或者說它跟中國靠近一點 那可就麻煩了 好 所以它必須要穩住這一塊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韓國極有可能在下一波裡面破產 因為這是整個經濟體的問題 我剛剛所講就是說 台灣在下一波的 嚴重的經濟大風暴裡面 是不至於破產的 而且應該還可以保持在 全世界的前30名的國家 這個水平裡 這個是總體經濟上是沒問題 可是不代表所有人都OK 我們譬如說有人是搞遊覽車業的 哇這真的很慘啊 或者有人是開餐廳的 某些特殊種類的餐廳 或者開民宿的 他們其實真的都有點累了 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當然就只好裏頭恰恰 雖然夠細沒有要設法這個去 cover自己 可是 國家總體上不至於到完全沒有錢 對 對不起 韓國可不是喔 韓國只有可能是整個國家 差不多垮個大概六七成 這跟他的國家的體質有關 因為他走到走的都是大氣眼 嗯 主持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爛能力 還有德國氧根據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